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剛剛講到精緻澱粉跟跟筋類的澱粉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是膳食纖維 那現代人的飲食過程當中 膳食纖維的攝取量 確實是比較缺乏的 的確啊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的芋頭的膳食纖維的量 是我們白米飯的四倍 我們白米飯100克的話 大概是0.7克的膳食纖維 我們的芋頭大概是2.8克 就明顯多數才許多 那膳食纖維這一點點為什麼重要呢 我來先講一個案例 這案例是一個28歲的年輕的男生 那他是大概三年多前的時候 就開始常常下腹痛 肚子會痛 偶爾他會伴隨著腹瀉 就有時候會拉肚子 比較容易拉肚子 而且他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說 他排出來的糞便裡面 會帶一些黏液 後來到最近這一個月的時候 他痛的情況也是越來越加劇 而且他發現他排出去的糞便裡面 有帶一點血絲 這一點也是一個很特別的警訊 因為我們的 我們如果排出的便有血絲 常常代表黏膜 他有一定程度的發炎 後來是有一天上班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解血便 在這個廁所裡面解大量的血便 他覺得說不對了 他一定要就醫 來醫院就醫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直腸鏡檢查 因為緊急的時候 我們是做直腸鏡檢查 發現他在乙狀結腸 到大腸在直腸的地方 布滿了大大小小的潰瘍 這個潰瘍是非常的多 而且在肾血 那在臨床上 我們發現這種年輕的男生 而且這個非常長距離的 大範圍的潰瘍出血的話 這個醫學上有個疾病 叫做潰瘍性結腸炎 這個疾病 大家可能很陌生 因為他是不太常見的疾病 可是最近就是 因為大概日本首相 他就是安倍 安倍就是這個疾病 安倍就是這個疾病 就是這個疾病 這個困擾他20年 對對對 他這個疾病 他通常 他是好好壞壞這樣子 是不是 對對對 他發病的 大概是20歲到30歲 他是一個年輕人的病 年輕就會發病 他不是到了五六十歲才發病 所以他是二三十歲的時候 就會發病 他發病之後 有些人就慢慢恢復 可是有五成左右的人 到六成的人 他是反反復復復的發炎 就沒有辦法根治 有的時候時好時壞 時好時壞 統計起來 大概追蹤 如果24年的話 如果長期追蹤下來 大概九成的人 都還是會反反復復的 有這個疾病所困擾 那這個疾病 當然是可以用藥物去控制 但是因為時間這麼長 你叫他長期吃藥 長期服藥 是不太容易 那另外一方面是壓力 他也會促成這個疾病的誘發 另外第三個 就是我們剛才現在講的 就是膳食纖維 因為研究顯示 如果你吃高膳食纖維的食物 低油脂的食物 可以預防這個 複養性結腸炎 或者是發炎性大腸炎的 這個發生 所以這膳食纖維就非常的重要 那膳食纖維有哪些 就剛剛提到那些控制血壓的 一些優點之外 跟我們腸道有關的話 就是可以預防便祕 因為我們膳食纖維 他幫助腸道蠕動 可以使我們的這個 糞便不容易堆積 那糞便不容易堆積 腸道蠕動好的話 他就可以預防這個腸的氣勢炎 因為氣勢炎的發生 常常跟我們的糞便 堆積在腸道時間太久有關 那最後呢 大家常常知道就是說 我們的膳食纖維呢 可以預防我們的大腸癌 直腸癌的發生 所以國人的話 因為膳食纖維補充的少 所以多吃一點 這樣芋頭這樣的食物 可以預防這個癌症的發生 好 那他同時請教一下錢醫師 剛剛講芋頭膳食纖維 對於現代人的腸道的照顧 很有幫助 那事實上你們臨床上 是不斷的推廣 希望這個觀眾朋友跟病人 可以多攝取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 對腸道來說是非常重要 我先講一個案例 那這個案例就是說 我有遇到一個六十歲的阿姨 那他是那個平常是 都有定期跟他朋友聚會的習慣 聚餐大家聊聊天 他是最近這半年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比較少聚 直到最近的時候 因為比較趨緩 他們又在月以前的老朋友 在出來聊聊天 在聊天的過程中 他的老朋友看到他的時候 第一句話就問他說 你的脖子不太對勁 不太對勁 你這邊怎麼感覺 好像比較鼓起來 他聽了之後就覺得有嗎 有嗎 他自己再摸了一下 覺得好像還好 可是他朋友可能太久 沒看到他 就覺得他有問題 回去之後 他就當然回去問他老公 就是說你看看 我脖子這邊有沒有 比較不對稱鼓起來 他老公一看一看 就說你應該是變胖了 應該變胖了 但是他一講 他就想說 他這樣判斷一下 覺得我還是相信 我的朋友比較對 這個老公 有時候朝夕相處 常常說沒辦法發覺一些問題 他就趕快去掛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醫師 幫他摸一摸發現 這邊有個異常的淋巴結鼓起來 當場就幫他做一個切片檢查 切片檢查出來發現 是個腺癌 是癌症 然後而且在這個 在脖子的淋巴結 應該通常是從別的地方 轉移過來的 後來就轉整到腫瘤科 腫瘤科醫師就幫他安排了一個 脖子跟肺部的電腦斷層 因為腫瘤科醫師想說 這麼腺癌 大概就是可能是肺 肺癌的機率蠻高的 後來做起來也蠻正常的 下一步他們就幫他安排了一個胃鏡 大腸鏡檢查 因為胃跟大腸長出來 也可以長腺癌 結果是在我們的伸結腸的地方 長到一個五公分癌症 所以他這個真的是 得到了一個大腸癌 然後這個轉移到 他的脖子這邊來 被發現了 所以是 後來我問他說 你最近這幾年的飲食習慣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他是說 有啦 他的 他覺得是說 他在他小孩長大之後 他煮得越煮越簡單 我覺得很多媽媽都是這樣 年輕的時候 要讓小朋友長得好 煮得很健康 可是大家搬出去住之後 自己在自己煮就越煮越煮 兩個人越煮越少 我就告訴他說 你的營養還是要必須兼顧 尤其是膳食纖維 跟我們的大腸癌發生息息相關 而且我也建議觀眾朋友 就是說 有的時候 除了吃以外 有時候要跟朋友多聚聚 有時候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資訊